已故高雄市議長的 許昆源的女兒 許載珍 最近表態要參選議員 也展開了敗票活動 而這月六號 他就到了新興區的宋康南新 當地的領長 為了幫他找車位 找上了一家動物醫院 就對方不外借領長 去的當場標馬 親自上門借車位 結果吃了閉門根 領長轉身帶著高雄市前議長 許昆源的女兒 許載珍 回來敗票 我是名人 叫我叫載珍 你好 你好 因為我們現在有在繼續做服務 許載珍跟領長原本微笑 還掛在臉上 但沒想到許載珍離開沒多久 領長帶著一肚子氣 回到動物醫院標馬 你不要打電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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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說你啊 領長會被女人 講說我再不打電話 大家都出門了 原來領長不買動物醫院 不給面子 不借車位 回過頭來算賬 你做不打電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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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領長標馬地點 就在欣欣區這家動物醫院 由於母親節要到了 六號晚上八點多 徐彩珍騎機車來到這拜票 當地領長熱心幫他找車位 找到動物醫院 結果對方不願外借 領長整個爆氣 是嗆聲還是溝通 這音量跟畫面一目了然 也為這場拜票帶來了反效果 徐彩珍表示 離開動物醫院前都沒事 他也沒想到 領長會回去標馬 事後會再親自跟業者道歉 接著呂中文高雄報導 領長會再親自跟業者道歉